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操大骨骚 而小金看了看自己的下半身 呵呵你个垃圾 于是小金穿上衣服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小金刚回到屋子里 就看到自己的室友 为自己准备了几杯蛋糕 祝自己生日快乐 但是小金作为一个标准的校园表 怎么能按套路出牌呢 当然是扔掉了蛋糕 并且表示自己作为仙女 怎么会是凡人的食物呢 在这个平常的一天里 小金按惯例嫌弃了同学 打心了约会对象 并且找已婚教授准备来一跑 虽然被教授老婆抓了个正道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 他接下来去参加party的心情 然而不幸的小金 在晚上去派对的路上 被蒙面人一刀干掉 而下一秒 小金又在小呆的床上醒来 再次经历了一遍昨天的一切 从此处可以看出 小金被困在了自己生日这天 无论他做什么 都会被蒙面人干掉 然后再循环一遍 除非小金找到凶手 才有可能结束这一切 迈向真正的第二天 小金这天又经历了一遍 被蒙面人干掉的残居后 终于在小呆的床上崩溃了 而热心市民小呆 听过小金的故事后表示 牛屁啊 我说你这思想觉悟 怪不得二十好几还是个触男 接着小呆给小金出了个主意 他可以这样死去活来 就代表拥有了无限的生命 那么他就有机会抓到凶手 于是恍然大悟的小金 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首先列举了嫌疑人的名单 果然人不多死几次 都不知道自己竟然得罪了这么多人 接下来就变成了这样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这样 毫无办法的小金跟小呆在汉堡店 来了一次促膝场台 这次小金跟小呆分享了自己的心事 大概内容就是 虽然我勾引姐妹男朋友 睡有父之父 但这完全是因为我妈妈去世了 而且我很讨厌我爸 这里面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吗 听到这一切的小呆显然也很疑惑 当即表示 一定会帮助小金逃出循环 看单身二十来年 给这孩子脑袋都憋出毛病来了 而就在这时 小金看新闻 发现刚刚被逮捕的一名连环杀手 住进了这里的医院 难道每次杀自己的就是这个连环杀手 得知真相的小金 连忙跑到医院找杀手单挑 就在他要干掉杀手获得牺牲的时候 为了救小金的小呆不幸遇难 而小金为了救小呆决定重启这一天 选择自杀 果不其然 小金再次在小呆的床上醒来 而这一次 他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 接着心情大好的小金抱了小呆 找了沙马色的墨金 还跟以前的室友道了歉 并且在中午的时候 去见了自己的父亲 和他很好如初 就在一些准备妥当后 小金再次杀去了医院 找连环杀手单挑 而这一次 小金运用自己的聪明牌制 终于干掉了杀手 晚上还跟小呆来了一次浪漫的二人世界 还吃了室友特立给他准备的纸杯蛋糕 就在小操以为终于大团圆结局的时候 剧情再次发生了改变 小金又在小呆的床上醒来 自己上一晚的死亡 正是因为吃了室友的蛋糕 卧槽 之前杀我的蒙面人也是他吧 你这个蠢猴为什么要杀我 谁让那个已婚老男人睡你不睡我 你杀我就是为了那个杀 然后两个人就撕舍在了一起 随后室友从楼上跌下甩死 小金和小呆也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总的来说 那个躺下的连环杀手死的是真TM远哪 总之 天若有情天一老 来世要做绿茶表 杀手死的真是远哪 小呆结盘接着还挺好 关注小略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更多原创精品栏目 等你来宠幸 小略周末秀 小曹大吐槽 地影速风式 自来漫画 上班别看 见习情报源 好玩有趣的小节目 讲迷丰厚的小活动 尽在小略工作室微信公众号